那因為我那時候準備到日本開店 那我跟他講我是拿牛 因為上個月才日本打過 馬上 他們說 肉總 就叫我 沒有 就說我是拿牛 我們帶用品來日本 他就馬上給我領域過關 那是尊嚴 因為你是職棒的 他們覺得職棒 職棒的老闆就不得了了 很大 高高在上 但是台灣是俗辣 你怎麼會覺得 你覺得在台灣辦 這麼辛苦辦一個 你有每天花這麼多的錢 然後你覺得 你真的會感覺到變成個孰爛 那是太 真的是一而再 再而三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 所以我跟總統想見 到今天我還一直講 有人要接的話 我願意讓手 你已經傷心到這種程度嗎 沒有 我是不忍心讓他關掉 但是有人要接大公司 正派的公司要接的話 我願意可以跟我談 但你剛剛講說 已經嘗試過很多大企業 大公司什麼的 所以就這樣 其實這個職棒 這個東西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商業 運動真的是很棒 我現在每天運動兩個小時 我覺得身體很舒服 感覺說很健康 對 還不錯 可是您在最近可能心情上 從10月份以來 無論從這個相對的 然後到最近的這個 籃牛的也有 將近有八位球員涉入 所以你剛剛講的說 一個適當的法律 對主頭跟球員 所以你對你自己的 等於是子弟兵 這樣一手培養出來的 你會什麼感覺 對他們來 這個東西 他們將會面臨我的告訴 這是 別是對自己的兒子 我實在是很不堪 但是 要讓一家哭還是一陸哭 這東西我 我的辦法充滿了矛盾 那我甚至 我都 以說我都會告他 你要告他們 當然告 這八位 連以說我都告 以說 那主頭你都要告 所以 你覺得自己這樣子 看著他們這樣子 而且 你對這些球員 在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跡象 你是很照顧他們 很後代他們 這是我的本分 我不敢講 因為對員工好不好 不是我自己講 我不願意談這個 很多球迷都說的 如果是有感受當然是很好 但是 我認為是我做我該做的事情 那球員這樣做 我坦白講我真的是 像 黃小偉我還有幾個 我就跟總教練講 一直要給他們機會 結果他們變成這樣 我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每一位你都很熟的嗎 名字我都叫得出來沒問題 因為我這六年來 我看出興趣 我看得變成看得懂 我看得懂就有興趣 那到日本或者到美國 我有機會 美國很多球場我都去看過球 所以 人山人海真的是 對 美國不是一個球場 是一個打棒球而已 不是一場比賽 它是一場文化 它是一場共同家庭的這種參與員 你如果到了美國球賽裡面 那種是很幸福的 我們台灣很多球迷也都想要感受那種幸福 能夠看著然後隨便吃一個這個 然後我想你大概要求的就是讓全台灣的民眾真正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可以一起聚會的一起呐喊救援的 但是 這個事情我可以舉個例 我們墨西哥球 工廠 旁邊就是那個都市的職業棒球 每一次打球的時候我跟他工廠那邊吵死了 但是很熱鬧 那個叫夏家桌 桌長 他有一次到台灣來 到我們公司來訪問 剛開始大家都很陌生 很生澀 一談到 他知道 當他知道我有職業棒球的時候 他的臉色就變了 然後我就不談那個 就馬上談棒球 就很熱鬧 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是美國的職業棒球球員 他們墨西哥 美國來講 那是一種文化 就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 對 那我們這邊 我們有時候在呼籲什麼 很多官員什麼的 我想他們都沒看過棒球 沒有看棒球 像我講過那所謂刑法專家什麼的 他們本身也不懂棒球 你叫他來了解我們那個感受 他感受不出來 所以你這樣子熱忱的這種投入 花錢 出錢 出力 到最後被這些賭的文化 被這些組投 被這些不肖的這些球員 你覺得 所以你覺得真是心灰意冷 也 我不是說心灰意冷 因為做生意就是擺著不擾 我不會輕易說投降 但是就是說 這個的確我們手無寸鐵 我們真的沒辦法 因為誰該負責就要負責 就是政府 這個是政府的 自然是政府責務旁貸 你不依一個法律出來 因為要依法判決 你沒有一個好的法律條文 給法官的話 他判不出來 是不是 不是 家裡那邊放 靠好 到現在哪一個球員出事情 被關過一天 其實我告訴各位 那緩刑掉了 對 我就告訴各位 這個不是叫黑道 真的黑道不會這樣 這個賭徒都是貪生怕死 那母狗人 我就知道 那母狗人 這個不是小的米糖而已 這是癌細胞 那要這麼多錢 那不是好處懶做 好處不做 像癌細胞一樣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就是怕怪 所以你在這個兩三年前 還公開講過一句話 你剛才說過 這些組頭什麼叫米糖 剩過米糖 那不是米糖 現在變米糖比較嚴重 你在 前幾年講的是 現在覺得比米糖更嚴重 米糖 你如果吃了米也沒關係 現在是他變癌細胞 他整個沒體來做的事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是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現在要說起一些國外的報導 這個東西對國家的損害 沒有人去量化它 那個美國的基本報紙 日本像上個禮拜 日本巨人隊 就打電話給我日本的社長 問了說藍又是不是不打 我說沒有這回事 他怎麼回事會知道 報紙燈得很大 所以這個東西 這些人所謂的他們賺到多少錢 賺到多少錢 那 這國家形象損失 如果大家去把它量化的話 這個國家已經變成這樣 那邊沒有空氣那麼累 結果 我們跟大陸在比什麼 我們比正當性 比我們的道德 比我們的民主 比我們什麼 這是競爭力嘛 但是給這些人要照顧下去就行 我們兩千三百人 必然說都給我們綁架 一二載 載二三 這次政府才沒力 所以這個東西 這麼多年以來 沒有一次能夠打球 對 還有這些球員 我實在也搞不懂 因為你們哪一次打放水球 哪一次沒有破案 哪一次沒有 是遲早問題 你對一邊輸不破 都給人家監聽 到最後呢 你終身不能打球 那些賭徒 他不會被開除黑道的籍貫 他們還是可以繼續打球 你就是不能 一輩子不能打球 你想不通嗎 笨到可以 真的笨到可以 你當初還特別對這些球員 無論是在高雄 他們集訓的這個地方 有各種的monitor在照他們 我還覺得說 很對不起他們的隱私什麼的 但是 這個 我剛講 我本來對這個工作權什麼 尊重 我還那個 現在我現在覺得 我是不是錯了 你因為尊重都變成錯的 被濫用 我就在懷疑是 我是錯了 像以前 有的球員 他們 別的球隊釋出了 我為了他們的工作權 我去跟他們爭取 結果爭取 我說你來我這邊練習 結果我幫他爭取 可以打球了 結果他跑掉了 脫跑了 也不告俄北 跑到別隊去了 這個球員本身 我就發現 球員本身 家庭就有問題 很多 當然好的很多 部分的培養 對 很多球員 他本身第一個 他受的教育也不大 也不高 像美國很多職業球員 本身都是很好的大學畢業了 又會讀書又會打球 這才那個 台灣以前的教練 甚至有的教練都有問題 所以因為身為棒球的人 是在傷害棒球 導致整個都被扭曲掉了 所以這個是最嚴重的問題 所以你意思最痛心的是 這批人也是你的朋友 也是你的部署 但是到最後 他傷害的不是你啦 你又不是傷害到你流動 不是光是我們 是傷害到整個台灣的尊嚴 傷害到整個台灣的農業 這個中心我這樣 已經注視國家的那個 那個Credit 整個國家Credit 你一爆出來 你講起來 價錢 你下信下信